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亦都说回碳排放 碳排放是否等于二氧化碳呢 其实是不单止的 刚才记得在京都议定书 其实我们有七种温室气体 这七种温室气体里面 其实分布的约膜是百分比的那么多 不可以看小的 像N2O是60或者HFC3.8 其实很少也不是很大影响 但是我们有个叫全球暖化潜势 GWP 这个潜势等于有个数值 这个潜势等于一个甲丸 是等于几多二氧化碳的 那我们看看这个表 这个表就是看到了 一个甲丸是等于25个碳排放的 其他很多 六氧化楼是等于22,800个的 所以那个量呢 其实虽然它少 但是影响很大的 所以我们也有另一个概念的单位 我们也叫做碳排放当量 CO2 CO2 emission equipment 的数字 需要将所有有关的温室气体 成为那个 我们叫做GWP 加上就是总的碳排放量 所以很多人说 现在你那里的碳排放量 有多少 其实不只是CO2 是有其他气体 包括在一起的 那在IPCC 那谁定义这些呢 其实有个委员会的 是叫做政府加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IPCC 那在1988年开始呢 就已经是做这方面的 科学的研究 还有呢 看到 计算得到 每个验证出来的数据 是多少的 那现在呢 已经去到第六个周期了 第六个周期呢 是由去年的年尾 2021年年尾 到这个年中左右呢 最后的报告呢 就会正式出现 那在这里呢 反映到呢 在AR 第四个评估周期 到第六个评估周期里面 其实都有变化的 每个数据都会 那它定时会申报出来 那我们去计算 我们的碳排放量呢 通常我们都会跟回 这个报告书里面的 资料做计算 那另外还有一个 很重要的概念 我们就叫做 温室气体排放系数 Emission Factor Emission Factor 那Emission Factor是什么呢 其实是 每张排放 都有一个 我们叫做系数的 那个系数 例如 例如是什么呢 你坐私家车 有没有同学 是不是又是走路上学的呢 有没有人坐私家车上学的 有没有人坐私家车上学的 有没有 全部走路上学的 如果坐私家车上学的 其实 这个活动呢 其实会产生 温室气体 包括有无原汽体 如下一次 你的车是用无原汽油的 你看到 无原汽油的话 是每公升 排放系数 是2.36的 另外呢 除了二氧化碳 这方面的东西 如果是车来说 还有N2O 和甲苑的 分别都有个系数 可以做一个参考 用来做计算的 另外呢 我们在1997年 那里呢 经高议定书 定义了 这个六种 六种的温室气体 其实这个温室气体排放 我们有分不同的范围 我们有叫做 范围1 直接排放 范围2 能源间接排放 另外范围3 上游下游的间接排放 是直接排放的 那我们开看看 那大家知不知道 坐私家车化学 究竟是什么范围呢 有没有人 给我一些反应呢 这个 坐私家车究竟是什么范围呢 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还是其他间接排放呢 小学生有反应 中学生反应 没有什么反应 直接排放 没有错 是直接排放的 因为是你自己 是跟你那个活动有关 这个概念很重要 因为呢 当我们去到碳审计 知道你们 碳用量的时候 其实我们要明白到 每一个活动 究竟是直接排放 间接排放 或者是范围3 其他间接排放的 这个是能够可以帮到 我们未来 或者将来你们做的公司 做的活动 究竟哪方面可以 减碳的 在一些企业来说呢 其实是 包括了所有的 除了直接排放之外呢 它间接排放 Scoop2 即范围2 它购买电力 都是间接排放的 但是可能企业很大了 可能除了澳门有公司 可能有公司 全部都要计 因为它那个碳排放 不是单纯计那个人 是要计那个企业 所有活动都包在一起的 在碳排放 来说呢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要做审核 要去盘算 要计算 究竟 碳排放量是多少 那不是 我们有标准的 一般呢 我们是跟 ISO 14064 1 亦都可以跟 其他 有其他的 我们叫做 Portuco 有GHG 有Carmic Message 甚至 鄰近 香港呢 亦都有个 核算和报告的指引 那这个我觉得 比较旧 已经去到2010年出 到现在呢 基本上 除了那些 排放系数更新之外呢 基本上整个框架都没有什么变的 另外 在个人方面 我们应该是有个 去计算一下自己的碳排放 其中一件事很方便可以用呢 我们叫做碳足印或者碳足跡的计算机 我们也知道每天呢 你们在生活里面呢 究竟 碳排放量是多少的 那 可以 如果你有时间可以上网 打那个碳足印计算机呢 就会找到相关的数据了 那刚才和老师都讨论过了 其实 学生 你们可以 自己计算一下 那些 或者做一个计算机 可以做你们的碳足印计算机 就知道可能你生活里面 其实那个碳足印有多少 碳排放量有多少 是从你个人来看 那 但是在网上呢 都有不同的工具 例如在这个 香港的政府那里 有个低碳生活的计算机 可以试一试的 那以前呢 澳门呢 有的 但是现在没有了 所以 给不到资料给你们看了 澳门 环境委员会有的 现在没有了这个计算机 可以让我们去玩一下知道 一天我搭多少次车 做了什么活动 一个月用多少电 那就知道你的碳排放多少 那在企业方面 除了知道碳排放之外 其实我们要做碳补偿的 因为不断地排放 怎样可以尼补到那个碳排放呢 其中一个很好的案例 我自己觉得就是 国泰航空 国泰航空是坐飞机 坐飞机一定要用燃油 对不对 那他们怎么可以做碳补偿呢 那他们有个 环保的工作的计划 叫做 飞向近蓝天 那这个计划里面呢 其实它是需要 投放一些 钱 资源 在那些环保的项目里面的 那能够抵消到 你坐飞机中间 产生的碳排放 那令到达置 最后是碳中和 在一个企业也碳中和 那有什么项目呢 其中一个项目呢 就是在印度 将去那些 那些 废料呢 转为能 转废为能的项目 结症能源的项目 来的 因为在印度来说 很多人的家庭呢 都是没有电的 那变成了呢 怎样可以令到他们有 可以用电 用原料呢 它就用一些 我们叫做 花粉瓷 那样就产生甲丸 以后可以 供给自己 在生活上高用的 那这个项目里面 都要投放钱的 那所以在那个 碳補償之中呢 他投放一些资源之后呢 就是 给这里的地方 能够拿到它的 碳回报 就能够做一个碳中和效果 那另外 在国泰航空呢 亦都有一个 比较出色的 项目呢 就是用生物燃料 基本上 现在国泰航空 所有A350的飞机呢 都是用生物柴油的 那这些生物柴油哪里呢 其实就 我知道呢 就是它在 那间厂呢 就是在香港的 去搜集麦当劳 麦当劳 麦当劳里面呢 所谓的废油 那些废油 那些废油 可能有一些 我们叫做Cooking Oil 煮食用的油 之后呢 转化 转化之后呢 它给了生物柴油 在香港用回去 A350飞机 那这个不是很新的技术 来的 其实全世界来说 第一间用生物柴油 用在飞机那里呢 是芬蘭航空 北欧公司 那所以呢 这个当然 也是要 试过 用过 每一种基种 不是每一种基种 都用得到 因为危险 那这样 这个转化 那这个转化 令到大大降低 百分之八十的碳排放量 那如果 如果达成碳中和 我们有什么形式 刚才都说了 多一些碳補償的机制 那另外呢 我们可以做些 另外的技术就是 可再生能源 或者做些碳交易 和其他国家做些碳交易 可以达到碳中和的 那但是 不要忘记 我们也要有 在碳中和里面 要看到 在不同的范围里面 做不同的策略 那在减碳策略来说 我们鄰近香港 有很清楚的目标 它有四大目标 做减碳的策略 第一当然是 将发电方面 那方面 稠静一点 刚才看到澳门那个 每度电的碳排放 是0.8多的 但在其他地方 是低一点 0.7 0.6 0.5都有的 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手段 另外 智能和绿色建筑 都是其中一个办法 绿色运输 现在澳门都有很多 电车 所以绿色运输 都是很重要 以及公共的交通工具 集体运输 另外当然 全民减费很重要 全民减费 是其中一个很关键的 那我们个人 如何推动呢 当然我们要提倡 减弱生活 减少浪费 珍惜之资源 尽量把一些物资 可以循环再重 那在日常开始 我们可以做到 可以做发展的 那我们都分别 在衣食住行来看 在衣物里面 会不会有些东西 可以选择衣服 免烫 减少烫 或者是免干洗 没有什么污染 吃衣物 那这方面 在衣服方面 食物方面 当然 我们不可以用一些 职器的餐具 那这些 我不再多说了 这些大家 都很懂的了 那住 在那个住方面 那 做垃圾分类 那但是澳门来说 垃圾分类 我觉得 教育很重要 但是去到源头 再去处理的时候 澳门没有好好 把垃圾分类之后 分别去处理 那在世界先进的国家 可以问 究竟世界先进的国家 如何处理垃圾呢 其实 第一步是要分类 分类好 分类好之后 就可以特别的 焚化炉去处理 这样令到 其他污染物减少 但是澳门正正 我们的焚化设施 就比较落后 将什么都丢下去 那变成效果 不是那么好 而且带来的污染物 都多的 那希望 我们要从教育做起 能够 政府能够推动到 我们多些去分类 而分类得来 是要分开处理 分类是不够的 是要分开处理 另外 这个空调温度 应该最好的调置 到珠色 25度 因为当你每降低一度 其实大约的耗电量 就会增加10% 公共交通工具 我们用多些 现在推进是用多些电车 都是其中一个办法 那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当然了 我们要是四个R 是吧 redule reuse recycle recover 源头减废 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 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 那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当然了 我觉得是可以做我们的碳排放的审计 个人去审计 知道指多少 因为这一部分呢 是令到我们可以了解到 怎样知道我们的基准线 不单止自身的基准线 或者是机构的基准线 因为现在在将来 你们可能高三了 毕业了 毕业之后继续读大学 读大学 你找工作之后 他们其实所有的机构 现在都要做一些碳审计的工作 那这方面呢 其实不只是理科的 因为我都教很多学生 我的学生是读财务的 读管理的 很多时候 现在读财务的人 都要懂得碳审计 因为 好好管理好那个财务呢 了解到那个公司的支出 还有那个有没有破坏环境 那不破坏环境了 公司开始做发展的话 也都可持续有投资者 去投放 那个资源 在公司里面 所以呢 要建立一个碳排放基准线 基本上 将来是人人都要做的了 那建立了这个基准线之后 当然要定立那个减碳方法 和目标 继续希望呢 得到一个碳中和的效果 OK 到最后呢 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做到一个 我们叫做一新的概念 可持组发展领袖 现在很多机构呢 公司呢 尤其是跨国企业 大营企业 即使澳门都有的 很多公司已经有可持组发展的部门 特别希望训练到有可持组发展领袖 那这个框架里面呢 都是包含着在 刚才说的那个 我们叫做 可持组发展目标 17个项目里面 SDG 17个点里面 那我看一下澳门的例子 刚才说澳门有个例子 澳门水油公司 自在水公司 但是澳门水油公司呢 其实是一个专业公司来的 政府给了 有20年的专业权给它 那它的专业权呢 其实去到2030年而已 那它由呢 是海市及水务局去管理的 那这个公司里面呢 当然啦 大家都知道了 自在水公司的供应 我们的水 又要水量 入水量 管理客人 客源 那有水厂 有水库 有水库 有水处理 有原水泵房 其实这个业务 都和我们息息相关的 那在这个公司里面呢 这17目标呢 其实它不是全部做完的 它大约是做 是这2、4、6、7个目标 那包括有 当然它做水嘛 是不是 所以它清洁喝水 负责有消费生产 在这个产业 创新里面 看面 和经济增长 气候行动 和平 和出众目标实现的伙伴 都包含了 那在这个企业里面呢 它们有四大支柱 那哪四大支柱呢 我们看看 第一个支柱 就是希望 成为一个合作开发的负责任企业 OK 那这个负责任企业呢 就包括在这个 可自造发展 17目标里面呢 8、12和16的 第一 那个雇傭的合规 负责任的消费来说呢 它们的化学品的安全 供应商的管理 怎样和平 16和平正义 那个机制呢 就是保护客户的私隐 职业道德 那另外呢 支柱2来说呢 就是包括有成为 循环低贪的经济的领导者 那这个也是一个 其他将来的企业的大方向 怎样可以做到这个 循环和低贪的经济的 包括有12和13 里面的细项呢 是关于緊急事故的应变 要合规啊 去环保法例啊 供水啊 水压稳定啊 那 和那个低产率差率呢 降低 那这些里面呢 都牵涉了不同的 刚才说的 可照发展 那三大的 要素就是 环境 经济 和社会 那在支柱3来说呢 那就 通过设实的可行方案呢 帮客户环保转型的 特别是智慧水务啦 现在我听说呢 水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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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做很多自动抄标啊 检查水有没有漏水啊 那这样 那另外支柱4 造福大众啦 希望保持一个良好水质 保障原水啊 推动的折水教育啊 那这些方面呢 就是和社会经济和环境都有关系的 那多谢大家 好 没有了 没有了 没了 还没了 没有了 昨天 出发 现在 出发